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話說這個Pokémon突然出了一個新情報 可能是因為剛剛結束了Pokémon的世界賽 所以它就出了這個情報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結束了才出的 都是同一個時間出了這個情報 今天我們就跟大家看看究竟這個新情報有什麼 還有告訴大家一些資訊給大家聽我看到的東西 好 那就馬上開始了 其實都是很短的 大概都是兩分鐘的時間去看這個新情報 當然就是Pokémon的珠子 有一些新的資訊告訴大家 在這個情報片裡面 有一隻新的精靈 這隻新的精靈就是龍屬性普通屬性 這個屬性都不是第一次出現的 第一次出現應該就是在新滿的老翁龍 沒什麼特別的 至於其實它的樣子就... 它也是有一個車輪在身上 你看到比較像是一些... 很有外國那種龍的樣貌 ok 這個呢 它就在左上角這裡寫了 我看日文... 第一次我都看了一看 看了日文的 它這裡就寫了它是新的技能來的 它就會做一個替身出來 然後再替換給下一隻精靈上來 去到進行那個回合 在那個影片裡都可以看到的 對啦 那它的血量是扣多少呢 你看一下吧 對啦 你看到它的血量是由145減到72 所以其實它這個替身應該是... 比起原先替身扣4分1是扣多了 變成2分1 所以其實...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其實算不算真的很厲害呢 那這個看血量其實... 可能就有一點... 研究的地方啦 重要啦 對啦 就弄了這個替身出來 然後再換一隻指寶瓷怪上場 那這個指寶瓷怪可以無雙地上場 OK 那至於對面呢 就有這個... 馬尼奴隸的肚皮毛 都是扣一半的血量 然後呢 它這裡... 這隻新的精靈 是冰屬性 和厚脂肪特性的精靈 那它就是有一個新的道具 它可以Copy對手現有的強化能力 其實這個... 都... 都... 都幾強硬的這個 真的幾強硬的 如果遲些打... 一些對戰 如果可以用到這個的話 那這個應該是會經常出現的道具啦 那至於這裡啦 這裡呢 它也提供了一些... 戰鬥的一些... 元素 一些新的戰鬥元素出來啦 就是這個的冰精化啦 那這個冰精化呢 可以改變這個自身的屬性啦 你看到啦 嗯... 這個... 駱駝帽 這個洗衣機 用這個水技 水炮噴在這個巨坦山上 但是它是寫著顯示這個效果一般的 然後呢 就可以從而... 激發到它那個精氣機 增加它的速度啦 因為它的頭上應該是裝了這個草屬性 應該是變成冰精化草屬性啦 所以呢 能夠令水技能傷害減低 那至於第四樣東西呢 就是這個新道具啦 這個新道具呢 也都是... 應該是... 第一次才出現的 我印象中沒有見過有一個道具 可以... 令一些連鎖技能 是提高它的攻擊數量啦 那大家可以看到啦 它這一招呢 就是種子的關窗啦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可以提高... 打了四下這個幸福彈啦 那當然不知道是不是由2至5變到5啦 我覺得應該是有機會... 是... 大過2 也都沒有去到5的程度啦 這個新的物品 我估計啊 我估計 好啦 那就到了這裡啦 斑吉拉和艾魯雷朵 斑吉拉用了這個冰精化 就是鬼屬性 即是幽靈屬性的冰精化 對手用的是近身拳擊 就是近身戰 但是對這個斑吉拉完全沒有用 這個戰術其實在之前都有人試過的 具體的流程是怎樣呢 就是用一個萬聖節的南瓜 再用萬聖夜給斑吉拉 那斑吉拉就會擁有鬼、惡、岩、石三的屬性 所以它就不會受到格鬥系 從而減低它的四倍弱屬的傷害 OK 那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技能 看不及了 這個是不是改了它的... 改了它的屬性之後再用一招技能 哦 OK 它這個技能應該就是改變它的屬性... 根據它自身的冰精化的屬性 再用這招技能去攻擊對手 應該就是這樣 你看到它一發的鬼技能 就可以輕鬆收走艾魯雷朵 大致上這個情報就是這麼多 在11月18日就會有得玩的了 大致上就沒有什麼特別 它還有講到一些特典 就是有一個... 菲典美加超 還有沒有呢 對了沒有了 當然還有一個是PDCG的 但是由於本人沒有玩PDCG 所以就不多說了 OK 這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先留下下次看看還有什麼情報 我估計應該就未必會有 因為其實剩下都很短時間 好啦 拜拜 拜拜